總統候選人的演說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民眾黨 在凱道選前之夜 柯文哲對道場的支持者說 支持者期待公平正義 這是他奮鬥的理由 全場也一起大合唱 這麼多年來 我們都希望打造一個公平正義 有美好未來的國家 今天晚上 我們為了這個理想 再一次站在這個地方 但這一次 我的角色不一樣 這一次 我決定扛起責任 守護我們的民族 這一次 我決定要跟你們 一起迎回這個國家 這一次 我跟你們一樣 要迎下屬於我們自己的未來 這一次 我會與你們一樣 一起打造一個公平正義 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一次 我們一定要突破藍綠 而且 我們一定會突破藍綠 2014年2月 當我走出台大醫院的時候 踏入了政壇 當時我只是一個人 10年來 我籌組了跨黨派的市政團隊 解決台北市 停擺多年的市政 我們用八年的時間 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直起脊椎 直追 西區門路計畫 我們拆除了中校西路公車串用道 拆除了中校橋引道 讓北門重現 遷移了國光客運 遷建了山井倉庫 也重建了 雙子星 東區門路計畫 以南港為中心的東區門路計畫 它是台北市最先進的城市設計 將來一定會比信義區更現代 我們環東和新建的社會住宅 有2萬戶 在今天掃街的時候 我經過了新農國宅 經過了陸寶廠的社會住宅 看著那些建築 我知道 會有更多的年輕人 和弱勢者 可以租進 住進這些社宅 我們改建了台北市 主要的 批花市場 從環南市場 低果菜市場 魚市場 神工市場 南門市場 一直到給頭市場 我們把拖延了10年的北部流行音樂中心開工 把它完成 我們也解決了 因為預算編不夠 蓋到一半廠商倒閉的台北藝術中心 當然還有歷經波折的大巨蛋 我們堅守財政紀律 我們提出的參與是預算 落實了公民參與政治 我們台北也是全台灣第一個提出同分四線的城市 這也是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日婚姻合法的國家 十年來我從一個人變成一個政黨 我們在立法院雖然只有五席立委 但是他們認真問政 認真的立法 現在台灣民眾黨 已經是監督政府最有力的團隊 我是一個急重症外科醫生 對我來說我當年在醫院的時候 我就是盡心盡力的處理在我面前每一個病人的病痛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是我一生的工作準則 後來離開醫院以後踏入政壇 我一樣每天在解決人民每天遇到生活上的問題 現在你們就是我的願望 你們想爭取的未來 你們想要的公平正義 就是我奮鬥的理由 今天在現場看到許多小草 看到你們自發性的陪我 從北到南 又從南到北 其實在這一刻 我心中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 謝謝 謝謝大家 這一路 我們的對手 不斷地攻擊 柯文哲沒有陸軍 沒有資源 是你們證明了柯文哲不是一個人而已 在原回國家的道路上 你們一直陪伴在我的身邊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